2020的新冠疫情不仅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同时还无形间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矛盾 中国与澳大利亚曾经一向友好 有着稳定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关系 可是就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击碎了这份友谊 中澳关系致此驶入1972建交以来的冰点 今天我们就通过机场外交贸易风波 来看一下中澳关系到底怎么了 澳大利亚政府在4月呼吁国际社会 针对新冠疫情肺炎的源头展开独立调查 这项提议似乎激怒了中国 随后中国当局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两项措施 包括5月宣布禁止4家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向中国出口牛肉 据称这4家占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牛肉总额的35% 并对澳大利亚大卖出口征收80.5%的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税 至此疫情成为了点燃中澳关系的导火索 两国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拉锯战 至今丝毫没有收场的意味 之所以说疫情只是导火索 是因为中国与澳大利亚其实在这两年之中一直摩擦不断 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案被认为是建制中国 2018年8月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进一步影响了两国关系 2019年7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支持反送中世卫的香港留学生举行集会时 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发生冲突 这些国际社会经常拿来裹挟中国的筹码 澳大利亚基本也是一项不辣的做了 但是与美国制裁不同的是 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有非常大的成分需要依赖中国 中国有十足的筹码去要求澳大利亚当个老实人 于是澳大利亚也成为了为数不多遭到中国强烈抵制的西方国家 时间来到了20206月5号 中国文化与旅游部发布通告称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澳大利亚国内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现象明显上升 提醒中国游客切勿前往澳大利亚旅游 澳大利亚旅游部长博明汉则表示 中国关于游客面临危险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这预示着中澳关系非但没有尝试和解 反而步步走向僵化 6月9号 中国教育部又发布通告 要求留学人员谨慎选择赴澳或反澳学习 引用的理由仍然是疫情与澳大利亚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 根据以往的数据统计 在2019年 中国富澳游客已达140万 消费达到120亿澳币 是排第三位的英国游客的三倍 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超过75万人的国际学生中 中国学生占37.3% 如果中国学生不来澳留学 澳大利亚的大学在未来两年内可能会损失120亿澳元 当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进行抨击的时刻 中国找到了经济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中国要求澳大利亚转变立场的措辞不断升级 并对该国七种领域的产品实施禁运 包括葡萄酒 大麦 木材 龙虾等 涉及的商品总价值高达60亿澳元 尽管如此 堪培拉依然没有改变立场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1月19号表示 澳大利亚一直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并重申不会改变其政策 他说澳大利亚永远会是澳大利亚 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双管齐下 11月30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布一张照片 显示一名士兵把带血的刀抵在一个孩子脖子上 他写道 对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惊 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并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 该帖子发布几小时后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回应称 北京应该为分享这一令人反感的图片感到非常羞耻 并要求中国道歉 虽然后来这张图片被证实为是一幅电脑插图 但是中国丝毫没有道歉的意味 并且两国高层领导在推特上展开了涉媒舆论战 这在国际舞台上实属罕见的现象 也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段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发出一份清单 似乎阐明今年中澳之间存在的问题 外界分析认为中国似乎想与澳大利亚缓和关系 重修旧好 但是澳大利亚丝毫没有接招的意味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侵犯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不过面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澳大利亚高层也时常会松动自己坚持的立场 比如澳总理莫里森也曾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呼吁恢复两国关系 因为在近两年来 中澳两国高层外交活动基本完全中断 但是正是由于两国坚守自己的立场 目前没有出现试图退让的一方 所以中澳两国就像两头鸡脚已经顶在一起的斗牛 一旦泄净 基本等于宣布认输 面子里子似乎都不是任何一国愿意接受的 至于中澳关系接下来将会何去何从 目前丝毫看不到任何转机 如果双方就此持续下去 将会很难收场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